Hello,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兰迪老师,欢迎来到完美发音 我们上节课呢,讲了句子的中读 那当然,有中读一定是有弱读 因为重和弱它都是相对的 那我们这节课呢,讲一讲句子的弱读 大家还记得什么样的单词在句子里要中读吗? 没错,叫实词,有实际意义的 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 那哪些词需要弱读呢? 叫功能词 什么叫功能词呢? 比如说代词呀,连词呀,借词呀,还有助词等等 本节课呢,我就带大家一起来看看 常见的弱读词有哪一些 然后呢,他们弱读的时候又有什么规律呢? 我们能学会吗? 来看第一种,借词 比如on,at,for 连词and,or,but 代词,you,your 其他的,some,或者是can 好的,我们先来看一看借词的弱读 同学们,我们在学拼读的时候 Landy经常说 弱读,弱读,弱读是懒人音 为什么要弱读? 就是原因可以偷懒了 它不需要发的很卖力呀 偷懒发什么? 呃,呃 所以在弱读的时候 原因都读呃 比如of 我们读of 是不是很省力呀? 比如句子 It's nice of you 不是这样读啊 It's nice of you It's nice of you 有同学说 外国人说话太快了 No,no,no 外国人也有语速很慢的 我们还是听不懂他在讲什么 是因为我们不知道 弱读弱读 因为他弱得几乎听不着 是吧? 比如再来 It's nice of you 你能听出这个of的音吗? 当然 今天这节课学完 我相信大家都已经一目了然了 再来看 at at 但是若读之后变成at at 放到句子里 I'm at school 外国人很少说的这么字正腔圆 我们若读一下 I'm at school I'm at school Good 再来看 for 若读成for This is for you 若读 This is for you This is for you 同学们能听出来吗? This is for you 同学们需要注意一下 这个for 在句子的结尾啊 是不若读的 What is this for? 这个for就不能若读 你这是做什么的呢? 是吧? 是要强调 不若读 以上呢 是借词的若读 我们再来看看 带词的若读 我们来看看带词的若读 还是一样的 Your 发成了 Y Is this your car? 若读 Is this your car? Some Get some water 若读 Some Get some water Get some water Very good 我们再来看看 其他的若读 原因全部都发 E 比如说to 若读成t Nice to meet you 若读 Nice to meet you Can 若读成 Kun I can do it I can do it And 若读成end Boys and girls 若读 Boys and girls Or 若读 Do you like coffee or tea? 听了若读这节课 我相信已经解开了同学们内心的疑惑 为什么我的英语一看都会一听全废 是因为我们还是不知道英语里发音的若读规则 因为若读很轻 不注意规则 是光靠耳朵 是很难捕捉到的 好了 以上呢 就是我们今天的若读的所有内容 我们下节课见 See you next time